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7月21号 全球通货膨胀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虽然,美国那边一直在吹风 一些分析师与政治人物在那边吹风 说美国的通膨已经见顶了 或是即将见顶 这种情形,就好像是去年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联储会主席鲍威尔 以及一些分析师们 都在说美国的通膨只是暂时性的 然后,在去年下半年 全球尤其是美国与欧盟出现了供应链的问题 运输的问题 这时候,美西方又说 只要供应链的问题解决了 通膨就会降下来 时间过得真快 一年过去了 现在又说通膨见顶了 通膨见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 即便是通膨见顶了 通膨率还是很高 物价会降下来吗? 说穿了,这只是政治语言 一年多了,美西方社会的民众听多了 通膨是暂时的 供应链的问题会解决 但是,到现在 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都还是横在那里 于是,一些美西方社会的民众 开始躁动了 不安了 他们心中有疑问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人物 政界的领袖们 无法解决通膨的问题呢? 也无法解决供应链的问题呢? 我们岂不是已开发国家吗? GG集团不是全球工业最顶尖 最为发达的国家集团吗? 于是,我们看到了 拜登的民调下跌到低点 支持率 Approval Rate下降到30% 欧洲国家这几个月来 出现了多次的示威抗议 民众抗议物价高涨 那么,怎么办呢? 美西方的政界人士 无法解决通膨的问题 也无法解决供应链的问题 该怎么办? 这时候 他们开始想到中国了 美国方面 前阵者财政部长言伦 跟刘鹤通电话 接着是 据路透社报道 时隔两年之后 欧盟和中国在前两天 7月19号 举行贸易对话 中欧双方将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 加强在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 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 有关这三方面 其实都是官样说法 真正的议题是 在欧盟的要求下 中国同意与欧盟协调经济政策 开放贸易和投资 并且进一步的开放金融领域 重点是在贸易、投资 与金融市场的开放 说了老半天 实质项目是最重要的 这三项都是欧盟想要的 那么,为什么不提中欧投资协定呢? 欧盟不是跟中国花了七年的时间 才谈妥了中欧投资协定吗? 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路透社还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报道说 双方并没有提及中欧投资协定 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避免美国猜疑 因而恒生阻拦 如果欧盟跟中国讨论中欧投资协定 美国方面会怎么想 一定会心生猜疑 当然,这也表示了 欧盟相当机灵 谨慎 不希望才刚刚与中国商谈 就被美国打断了 第二,面子问题 这很重要 世人都说中国人爱面子 比如说1990年代 美国总统克努顿时期 美国一些自认为中国通的 曾经这么说着 说中国人爱面子 只要给中国人一点面子 就可以跟中国拿到好处 其实,西方人爱面子不雅于中国 去年三月下旬 欧盟指责中国新疆人权议题 还因此宣布制裁中国 但是,每隔几天 北京立即反制欧盟 并且采取了双倍的制裁 反击欧盟 受到中国双倍的制裁反击之后 欧盟非常生气 决定搁置中欧投资协定 借此惩罚中国 搞了老半天 欧盟与欧洲议会那些人 还以为中欧投资协定 是欧盟给予中国的恩惠 欧盟搞错了 对中国来说 这份中欧投资协定 在经济贸易上 作用不是那么大 最多就是在投资上 当中国企业在收购欧洲企业的时候 可以减少一些误会与阻挠 对中国来说 在政治上的宣誓意义反而大一些 可以借此表示 欧盟不会站在美国那边对付中国 可以拉着摸 让欧盟保持中立 结果一年多过去了 欧盟还是找上了中国 谈的内容也差不多 但是,就是不能够提中欧投资协定 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 保持默契 现在,欧洲的情况很惨 美国在6月份的通膨率是9.1% 欧盟是9.6% 再次创下新高 而且还高过美国 这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美国自己有充分的石油与天然气 也有粮食 但是,欧盟在这三方面都缺乏 尤其是天然气 更是成倍成倍的上涨 欧盟减少了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 然而,海外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更高 再加上运输、运费、储存费用等 欧盟国家充分享受着 高能源价格与高粮食价格 欧洲缺乏能源 所支付的能源价格又比其他国家高 自然就影响了工业产出 再过一个月 我们就会知道欧盟区的经济数据了 5月的时候,我们说 到了今年夏天 欧盟国家可能会领受新的一波粮食价格上涨 到了冬天的时候 会再度面临天然气取暖的需求 现在还没有挨到冬天 欧洲就面临了天然气断气 上个月 由于西门子公司在加拿大维修的一台涡轮机被扣留 俄罗斯因此将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输送 削减到平日40%的运输量 7月11日 又因为维修的缘故停止供气 不过,俄罗斯方面说 俄罗斯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国 7月20日 普京说 会重启一条重要的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但是,普京暗示 俄罗斯受到制裁 除非受制裁的相关零部件 得到解决 否则,天然气的供应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好了 欧洲求人得人 当初严厉制裁俄罗斯 高高在上 不稀罕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现在面临了制裁俄罗斯所遭遇到的问题 话虽如此 同样是制裁俄罗斯的美国方面 倒是非常的灵活 美国在制裁令之下 还曾经赶在制裁令生效之前 大量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与化肥等产品 7月14日 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一份说明 与俄罗斯有关的农业商品 包括化肥 农业设备 医疗药品等 不是美国制裁的目标 并且美国财政部已经颁发了一份通用许可证 授权俄罗斯农产品和农业设备 药品和医疗设备等相关产品的交易 还不仅仅也是如此 7月15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声称 美国将恢复与俄罗斯的国际空间站飞行合作 NASA表示 已经与俄方签署协议 整合飞往国际空间站的航班 允许俄罗斯的宇航员乘坐美国制造的航天器 而美国宇航员也能够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 看到没有 美国是制裁俄罗斯的发起国 但是 美国比任何制裁俄罗斯的国家都更有弹性 7月15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媒体表示 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已经涉中了自己的肺部 如果不回收 收回这些制裁 将会摧毁欧洲的经济 制裁俄罗斯 让欧盟的经济受到严重的伤害 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 欧洲国家还在那里犹豫不决 连美国都那么灵活 对俄罗斯的制裁保持弹性 深受制裁之苦的欧盟 还能够撑多久 曾经 一些欧盟国家 因为对俄罗斯的历史恩怨 一旦看到了俄罗斯发兵乌克兰 也没想一想自己几斤几两 就立即严厉制裁俄罗斯 曾经 欧盟因为中国不肯制裁俄罗斯 也想要对中国不利 欧盟官员以及一些政界人士 他们积极倡议 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也曾经 指高气昂的欧盟官员 欧洲议会 割持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核 现在 俄罗斯没有倒下 制裁俄罗斯也一无所获的欧盟 该何去何从 于是 欧盟又回过头来找中国 再度跟中国商谈中欧投资协定 只是 绝口不提协定的名称 但实质上 都是与协定相关的内容 其实 中欧投资协定是欧洲的护身符 2018年3月 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原本欧洲可以隔山关虎斗 坐手以余力的 全球三大经济板块 美国、中国与欧盟 如果欧盟能够保持中立 那岂不是站在有力的位置上吗? 有了中欧投资协定 欧盟可以携手中国 在三大板块的竞争中 可以处于一个有力的位置 但是 2019年开始 一些欧洲国家顶不住美国的压力 开始限制华为的通信设备 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竞标 原本 德国前总理默克 好不容易在卸任之前 拉着欧盟 在2020年封关之前 谈妥了中欧投资协定 原本中欧投资协定 可以成为欧盟的经济护栏 为欧盟抵御通货膨胀 可以在将来 帮助欧盟度过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 但是,几个月之后 又被欧盟自己废弃了 这真是一副副的好牌 被欧盟自己打烂了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这一波40年来 紧鉴的通货膨胀 有三大原因 第一 美联储大放水 打印钞票 当然 欧洲也参与了放水 第二 由于美国与中国大贸易战 要跟中国经济脱钩 因而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虽然 疫情也造成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 第三 北约要东扩到乌克兰 加上对战争的拱火 而乌战争又推升了全球能源价格 与粮食价格的上涨 最终又推升了全球的通货膨胀 我们过去也曾经提过这个论点 1990年代开始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国成为全球的供应链中心 这20多年来 中国为全球提供了廉价的商品 为全球带来了低通膨的环境 当全球进入一个低通膨的环境的时候 这也为全球带来了经济增长与巨量的财富 这个观点不是乱说的 1990年代末期 美国一位分析师说 美国从此将进入一个低通膨的环境 美国到穷指数在2000年的时候 将会升高到5000点 结果2000年的时候 美国到穷指数是1万点 看看现在是多少点 因为股市喜欢低通膨的环境 而全球之所以享有低通膨的环境 是因为以中国为主的产品制造国 不断的为世界提供廉价的商品 从而压低了物价 全球至此告别了上个世纪 1970与198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 但是 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跟中国脱钩 全球供应链秩序被破坏了 全球低通膨的环境 也因此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也不干了 不愿意再为美国买单 为美国提供廉价的商品 虽然中国的商品还是相对便宜 这都是因为 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经济脱钩的缘故 除了中国因素之外 俄战争是导致通膨的另一个因素 但是 欧盟又积极制裁俄罗斯 看起来一副势不两立的样子 本来导致通膨的三大因素 欧盟可以避免其中两项 但是 正好应验了那句话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欧盟把这两项给抛弃了 从能源到制造的环节 欧盟撇弃了 然后 欧盟自己的体质又比人家弱 比美国比中国弱 现在 欧盟是三大板块中 最残弱的 实在怪不了别人 其实 在这一次的贸易对话之前 欧盟已经放规些话 欧盟驻华大使玉白 6月下旬的收缩 如果想要截动中欧投资协定 欧盟希望中方能够先做出浪步 对欧盟开放市场 先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们就说 欧盟实在像极了 一位高傲的 但实际上是没落的贵族 而且是没落很久了 经过一系列的事件 欧盟还没有搞清楚 自己是几斤几两 不过 虽然一生的骄傲 欧盟仍然掩藏不住 身上那一股落寞的气息 这方面倒是中国这边相当厚荡 既然对方不愿意提中欧投资协定 中方也不提 还好脸色的跟对方商谈对话 欧洲如果想要翻身 从与俄罗斯对峙的死结中脱身 唯一的方法就是与中国合作 通过中欧投资协定 就算短期之内无法恢复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核 但实质内容可以先进行 另一方面 尽快与俄罗斯商谈 在制裁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危机中 找出一个平衡点 最后大家且看 欧盟还能够撑多久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